1993版的星辰都是凭借大幅魔改的剧情 以及出色的分镜成为了不少粉丝心中另类的乔乔冒险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93版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魔改剧情 魔改剧情一超级美人恩雅婆婆 相信不少人都看过这张年轻版的恩雅婆婆照片 要知道在老版中恩雅婆婆可是爸爸 我们的法国甜心不不迷的五迷三道的 尽管这个超级美女只是恩雅婆婆的伪装 但依然不妨碍让她成为我心中93版本最成功的魔改剧情 作为迪奥替身的引路人 塔罗牌军团的组织者 恩雅婆婆一直给人的感觉都是组织二把手 通关道路上的小boss 尤其是恩雅婆婆的替身能力 正义完全无视物理攻击 能够操作一座小镇居民的丧尸巢 更是玩克星陈十字军 这样一个角色正式出场后却成了一个搞笑的邪心 不得不说多少还是有点让人失望 93版恩雅婆婆 魔改指数五颗星 魔改剧情二麦基小子阿布德尔 阿布德尔同样也是93版中魔改较多的角色 由于红色魔术师这个替身能力太过强大 在原作中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出场 最后决战时更是为了保护波波和一齐直接提前下线 但在老版中国阿布德尔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 也终于让我们看到火力全开的红色魔术师到底有多么的猛 只不过可惜是为了不改变原作的战斗次序 阿布德尔还是得按照设定一样准时下线 只不过这次下线的地方被改成了迪奥的棺材 93版阿布德尔 魔改指数四颗星 魔改剧情三法国甜心波鲁纳雷夫 由于篇幅的限制 93版中大幅地删减了原作的剧情 不仅塔罗牌刺客与埃及九龙神的人数一删在删 就连主角团的波波也做了很大的改动 波波正式登场也从香港的饭店变成了星星替身幻化的邮轮 头发的颜色甚至都变成了黄色 但从波波的自我介绍来看 法国甜心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的 93版波鲁纳雷夫 魔改指数三颗星 魔改剧情四 皇帝荷尔赫斯 小老弟一直都是瞧瞧中人气颇高的反派角色 作者荒芜甚至一度想让他加入主角团 只不过由于角色定位和波波太过近似才取消 那么你知道荷尔赫斯做大的改动是哪里吗 荷尔赫斯在试图刺杀迪奥时 迪奥第一次使用了时间暂停的替身能力 也让小老弟彻底臣服 而在老版中荷尔赫斯可是扣了扳机的 这样的果敢实在很难于把宁愿当老二 也不当老大奉为人生信条的小老弟联系在一起 93版荷尔赫斯 魔改指数两颗星 魔改剧情五 白金之星VS事件 麦于强与迪奥的这场世纪之战不仅为 乔斯达家族的百年纠葛画上了休止符 更为我们贡献了整部乔乔系列中最酣畅淋漓的一场战斗 但比起93版的来说 其他的所有版本实在是弱爆了 93版中白金之星与世界差一点就拆了整座开罗城 姚爷更是连邮轮都直接搬了过来 看到这我真的好奇 阿强你的肉体真的是人类吗 93版白金之星VS世界魔改指数三颗星 刚刚开始做视频做得不好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听说点赞可以觉醒提升能力哦